2月21日 参与北约防卫欧洲20联合军事演习行动的美国首批军备抵达了德国布莱梅哈芬港 这意味着军事部署环节的正式启动 防卫欧洲20军演是美国领导的由18个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军演 总军力投入超过37000人 美国此次将派出2万士兵和2万军备参与 是25年来首次跨大西洋的大规模军事部署 首批抵达欧洲的1200件军备 来自乔治亚州的美国陆军第三部兵师第二战斗旅 包括M1 埃博拉姆斯主战坦克 M113医疗装甲车 M109 155毫米口径自走炮和高机动性火箭系统等 参与军演的大部分军备由各国自带 同时在德国波兰比利时设有6个军备库 供军演调配使用 德国联合支持服务部队司令系列四中将表示 军演核心在于军队的机动性和跨境部署 是一个由各国政府全力投入的军事行动 英国则会派出约2500军人参与 其首批军备已于日前抵达了比利时 这次防卫欧洲20演习的地点跨越德国 波兰 德鲁吉亚等国家 北约方面否认演习目标是针对俄罗斯 正式演习将于4到5月间举行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